大家好,我是麥斯敏 前學生動員召集人鍾翰林 在區域法院承認一項分裂國家 和一項洗黑淺序 19歲被告鍾翰林 原被控署謀發布煽動性刊物 分裂國家和兩項洗黑淺序 經控辯雙方認罪協商之後 他承認在去年7月1日到10月27日期間 和其他人積極組織、策劃、實施 或參與實施旨再分裂國家 破壞國家統一行為 即是將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 或非法改變香港法律地位 和承認一項洗黑淺序 即是在2018年1月19日到去年10月27日期間 處理在PayPal帳戶中 持有的13萬5千多元的款項 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說 當局正是研究優化安心出行 會盡快完成 黃志光說優化方案包括將安心出行界面舉得更簡單 或者用拔達通和身份證資料代替安心出行做登記 他補充安心出行不會使用大量數據 提醒市民以每日下載政府高風險場所清單 接受感染風險通知做比對 又說市民不應該以身示法下載假的安心出行程式 否則要承擔法律責任 亦有機會感染電腦病毒 而長者安居協會說 平安中服務熱線近期接獲多宗有關使用安心出行的查詢 部分長者反映新安排為他們帶來不便 有位伯伯我們解釋給他聽 但他仍然是很不開心 發晦氣 還說他不去街市了 以後叫太太去買菜可以了 他不肯去 為何我們跟他談話 就是原來伯伯是完全不識字的 他不想開口在街市那裏求人幫他 幫手填紙仔 他的性格比較強 所以就來不來這些個案是反而比較大的 長者安居協會說 過去一星期接獲百多宗查詢 大部分詢問現時所用的手機能否安裝安心出行 和怎樣用等等 協會說會協助長者安裝程式 又希望政府提供更多資訊 方便長者理解新措施 美國總統拜登說 將會和國家主席習近平市場會面 不擔心美中會爆發武裝衝突 在英國的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就停止肯罰森林削減排放甲苑的議題達成共識 英國首相約翰遜譯為 國家主席習近平沒有新生出席 不代表中國沒有參與應對氣候變化 中方就批評發達國家對氣候變化 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星期二完成兩日領導人會議 英國首相約翰遜對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審神樂觀 過百個國家簽署承諾 2030年前將全球甲苑排放量 比2020年的水平降低至少三成 甲苑是其中一種溫室氣體 來源包括油井和氣體管道的洩漏和速木業 參與減排的國家佔全球差不多一本甲苑排放 各國又承諾在2030年前停止砍伐森林 和支持原住民社區 並協助南非停止依賴燃煤發電 美國總統拜登批評中國和俄羅斯領袖 沒有親身出席會議 認為這樣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重大錯誤 中國未能借封會顯示它的影響力 約翰遜就認為就算國家主席習近平沒有親身出席 但派非常高層級別的代表團議會 又讚中國不再資助海外興建燃煤發電廠的決定 習近平的特別代表中國氣候變化事務 特使海鎮華說中國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 因為正是處於特別發展階段 強調會以實際行動兌現承諾 在北京 外交部說發達國家200多年來 一直排放大量溫室氣體 對氣候變化負有不可以推卸的歷史責任 尤其是美國作為歷史排放大國 氣候政策不斷反覆和倒退 自身排放最近幾年才實現打風 並開始下降 我們期待美國政府儘快提出具體的減排政策措施 汪文斌強調中國一直主動承擔和國情相符的國際責任 將會淺信手納 歷增2030年前實現炭達峰 2060年前實現炭中和 無線電視記者李俊在報導 社交平台Facebook決定將會關閉人臉識別功能 以及刪除超過10億人的面部素描數據 剩除外界對資料被濫用的疑慮 Facebook說依賴面部識別系統的Facebook服務 會在未來幾個星期刪除 公司不再自動識別照片或片段中的人臉 越來會影響為盲人或視像人士 描述圖像的自動替代文本技術 但仍然會考慮在一些特定情況之下 例如用戶的身份驗證 或防止欺詐和藝務方面 保留使用人臉識別 目前大約有超過三分一的日常用戶 即超過6億用戶 僅使用Facebook人臉識別功能 Facebook負責人工智能的主管說 公司要權衡技術正面使用 和回應社會日益增加的關注 內地社交媒體抖音舞公司自治跳動 創辦人張一鳴拒報辭任主席 發布引述消息說 繼5月辭任首席執行官之後 張一鳴再辭任主席退出董事會 由首席執行官梁宇波接任主席 而且加入5人董事會 但張一鳴仍然會參與制定公司的長期業務策略 梁宇波今天星期宣布重組架構 將業務劃分為六大部門 主觀抖音海外版TikTok的周壽智 不再兼任集團首席財務官 上星期公佈的胡潤百富榜 38歲的張一鳴以3,400億人民幣身家 進新內地第二大富豪 回到新聞時間 監管局說允許企業和銀行 共享數據的商業數據通 今天起事行 金管局6月提出一連串金融科技策略 當中商業數據通 已經完成兩階段的概念驗證研究 自至星期一 參與研究的銀行 已經批出積獲9億的貸款 給中小企客戶 8組銀行和數據提供者 星期三起會參與事行階段 預計明年底正式推出 另外金管局聯同人民銀行等 就央行數碼貨幣跨境網絡 列出15個潛在商業用例 期望在明年試行 今天開始的試行階段 同派發價值超過270億的電子消費券 明顯帶動服務業生意 直至1月1日 少數6.3億的居住 都接受了他們的電子消費 超過3.5億的美金 衡生指數中收報24,857點,跌242點,總成交超過678億 最匯約港股,騰訊控股跌2.8元,保利協欣能源跌4.8元,阿里巴巴跌2.9元,恆生中國企業跌5元,美團跌2.8元 盈富基金跌3元,泡泡馬達跌2.4元,小藝集團跌7元,友邦跌2.45元,李寧升4.4元 其他主要藍籌股方面,匯豐控股跌4元,友邦跌2.45元,中移動跌3.5元,港交所跌5元 香港中環媒氣跌1.45元,香港中環媒氣跌4.45元,恆生科技指數部6,229點,跌84點 互港通壓度使用方面,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壓度餘額是大約420億人民幣 投資內地A股的互股通,每日壓度餘額是大約507億人民幣 香港通壓度使用,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壓度餘額是大約413億人民幣 投資內地A股的深股通,每日壓度餘額是大約501億人民幣 內地股市,上證綜合指數跌13點,深證成份指數跌37點 其他消息,有機構舉辦研討會,討論有關打造智慧健康城市的策略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會上說,未來需要更關注學生心理健康 健康城市聯盟一連三日,邀請接過150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 出席研討會,探討城市設計、醫療衛生、疫情政策等議題 市民球衛生局長陳肇始說,早前立法會通過禁止電子加熱煙 令本港逐步走向無煙城市,亦有效減少二手煙的問題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演講時提到,建設北部都會區 可以解決本港交通制室等問題,而要令本港成為健康城市 關注心理健康尤其重要 Good morning Talking about school education, seven years ago I talked about physical education, more sports, more activities but now I believe the greatest challenge in school education is the mental health of our students So this is a concern that again my government has taken on by establishing a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mental health And more recently, in order to relieve the stresses on school children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face-to-face learning For a very long time, the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committee will need to take on new activities and new promotions In order to regain for the students to regain their mental health 美國多地舉行地方首長選舉 其中,弗根尼亞州和新澤西州的州長選舉被受觸目 比斯華是對總統拜登一年正職的公投影響明年的中期選舉 在美國、弗根尼亞州這個票站 星期二陸續有選民來投票 弗根尼亞州和新澤西州都在同日舉行州長選舉 適逢是在總統選舉後一年 以及中期選舉的前一年舉行 因此被外界視為是明面中期選舉的風向標 共和黨人在2009年贏得弗根尼亞州州長一職之後 在第二年中期選舉中 重奪眾議院的控制權 近年弗根尼亞州傾向支持民主黨 去年民主黨籍的拜登在總統選舉中 得票給共和黨籍的時任總統特朗普多10個百分點 在這個州獲勝 但在今次州長選舉中 民主黨的支持度效滑 爭取保住民主黨主導權 再度出任州長的前弗州州長麥考利夫 和雙人出身的共和黨籍楊金 在支持度上不相上下 外界認為民主黨要認真看待遇事的警號 共和黨可能會在明年中期選舉中 在國會修復失地 甚至形容忽州州長選舉 是兩黨今年最重要的競爭 在英國出席氣候變化大會的總統拜登 不妨為默考利夫打氣 拜登同樣對民主黨在新澤西州州長的選情感到樂觀 新澤西州州長選舉也是外界焦點之一 特朗普在去年總統選舉中 在當地同樣成為輸家 得票比拜登少了16個百分點 但相對乎州 民主黨在新澤西州的州長選舉中勝算較大 現任民主黨籍的州長麥菲 如果能在今次選舉中擊敗共和黨籍的對手 就能打破當地自1977年以來 未有任何一位民主黨籍的州長成功連任的宿命 另一方面 美國同日有多個地方舉行市長選舉 包括民主黨大票倉紐約市 波士頓、西雅圖和麥亞密等等 代表民主黨出選紐約市市長的前黑人警員阿當斯 擊敗共和黨對手 成為紐約市上第二位黑人市長 接替已經連任兩屆 在今年12月31日離任的市長白思豪 消息說白思豪有意在明年各族紐約州州長 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道 掌聲安居協會說 平安中服務熱線近期接獲多宗 有關使用安心出行的查詢 部分掌聲反映新安排為他們帶來不變 有位伯伯我們解釋給他聽 但他仍然是很不開心 發晦氣 還說他不去街市了 以後叫太太去買菜 他不肯去 那為何我們跟他聊 就是原來伯伯是完全不識字的 那他不想開口 在街市那裏求人幫他 幫手田紙仔 那他性格比較強 所以就 久不久這些個案是反而比較大的 掌聲安居協會說 過去一星期接獲百多宗殘詢 大部分詢問現時所用的手機 能否安裝安心出行 以及如何用等等 協會說會協助掌聲安裝程式 又希望政府提供更多資訊 方便長者理解新措施 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說 當局正是研究優化安心出行 會盡快完成 有甚麼不同的方案 我們正正在集合面 把安心出行的功能 給這些有需要的人說 因爲有很多有心人 就是業界都給予一些意見 我們正在收集衆 和正在研究一些技術方案 而且還是要頻繁很多 用家方面 也要場所、運作人士的方便 知道有需要人士都希望可以盡快配合 王志光說 英法方案包括將安心出行介面 改得更簡單 或者用伯達通和身份證資料代替安心出行做登記 他補充安心出行不會用大量數據 提醒市民要每天下載政府高風險場所清單 接受感染風險通知做比對 又說市民不應該以身示法 下載虛假的安心出行程式 否則要承擔法律責任 也有機會感染電腦病毒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 自至星期一已經一共派發價值超過270億的電子消費券 明顯帶動服務業生意 有電商平台說 疫情期間多了市民網上救物 而物流成本下降 相信市民網救趨勢會持續 我們看到疫情期間多了很多新用戶 其實一方面是舊的用戶購買的頻次提升了 還有很多大量的新用戶進來 他們可能之前買得很少 或者買的東西都是單品類 但我們看到疫情期間 他們買的幅度廣闊了很多 近來的經濟效應 有規模效應 其實我們物流成本已經降了很多 過去消費者要集運送到香港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可以一次下單直接送到香港 而且那個成本 比向你集運的一件單價還要低 前學生動員召集人鍾翰林 在區域法院承認一項分裂國家和一項洗黑錢序 19歲被告鍾翰林 原備控處謀發布煽動性刊物 分裂國家和兩項洗黑錢序 經控辨雙方認罪協商之後 他承認在去年7月1日到10月27日期間 和其他人積極組織、插畫、實施 或參與實施旨再分裂國家 破壞國家同一行為 即將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 或非法改變香港法律地位 和承認一項洗黑錢序 即在18年1月19日到去年10月27日期間 處理在PayPal帳戶內 持有的13萬5千多元的款項 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就停止砍發森林 削減排放甲苑的議題達成共識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海鎮華說 各國起點和國情不同 應按照共同大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應對氣候問題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一連兩日峰會結束 東道主英國首相約翰遜 對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審慎樂觀 超過100個國家簽署承諾 2030年前將全球甲苑排放量比2020年水平降低最少三成 甲苑是其中一種溫室氣體 來源包括油井、氣體管道洩漏和粗木葉 參與減排的國家佔全球差不多一半甲苑排放 各國也承諾2030年前停止肯罰森林 支持原住民社區 並協助南非停止依賴燃煤發電 美國總統拜登批評中國和俄羅斯領袖 未有親身出席會議是重大錯誤 對於有人質疑 為什麼國家主席習近平以書面致詞 而不是視像方式出席氣候峰會 外交部昨日回應說 會議主辦方並沒有提供視像與會方式 習近平特別代表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海鎮華 說中國在節能、發展可再生能源、交通、 建築等領域所做的貢獻 基本上都佔全球總量30%至50% 貢獻顯而易見 還是要按照共通代表區別的責任原則 所以發達國家要率先減排 而且要為發展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 中方一直強調 中國主動承擔和國情相符的國際責任 力增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 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無線維持記者封印明報導 社卡平台Facebook決定將會關閉人臉識別功能 和刪除超過10億人的面部素描數據 釋除外界對資料被濫用的疑慮 Facebook說依賴面部識別系統的Facebook服務 會在未來幾個星期刪除 公司不再自動識別照片或片段中的人臉 預料會有影響為盲人或視像人士 描述圖像的自動替代文本技術 但仍然會考慮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 例如用戶的身份驗證 或者防止欺詐和藝務方面 保留使用人臉識別 目前大約有超過3分1的日常用戶 即超過6億用戶 選擇使用Facebook人臉識別功能 Facebook負責人工智能的主管說 公司要權衡技術正面使用 和回應社會日益增加的關注 政府下午開記者會 預料交代特定群組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的安排 官網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事務局局長陳肇始等官員 下午3時半在政府總部開記者會 聶德權日前說 將根據科學委員會的建議 安排為60歲或以上醫護人員 職業有高暴露風險和長期病患等人士 優先安排接種第三劑疫苗 而一些免疫力弱的人士 例如癌症病人 或者曾經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 亦都會盡早安排打第三劑 據了解有關計劃會下星期開展 醫管局成功進行第一宗 腎臟配對捐贈的交叉換腎手術 醫管局18年推出腎臟配對捐贈先導計劃 被輪候換腎 各自家屬不吻合的4個人進行交叉換腎 兩隊病人同捐贈者6月配對成功 8月進行手術 一個月後出院 病人沒有出現排斥 康復良好 負責的團隊說 今次是本港腎臟移植重要的里程碑 手術和平時腎臟移植的不同 兩個手術室進行四個手術時 以視像緊密聯繫、互相配合麻醉、摘除腎臟等程序 確保雙方的公平性和提升成功機率 恆山指數中收報24,857點 列242點 總成交超過678億 最會約港股 騰訊控股跌2.8元 保利協議能源跌4.8元 阿里巴巴跌2.9元 恆山中國企業跌5元 美團跌2元 淫富基金跌3元 泡泡馬特跌2.4元 小米集團跌7元 友邦跌2.4元 李寧升4.4元 其他主要藍籌股方面 匡豐控股跌4元 友邦跌2.4元 中移動跌3.5元 港交所跌5元 香港中華媒氣跌4.4元 恆山科技指數暴6,229點 跌84點 內地股市上證綜合指數跌13點 深圳成分指數跌37點 其他消息 美國總統拜登說 將會和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像會面 不擔心美中會爆發武裝衝突 亞富汗塔利班蟲生長權約2個月之後 宣布全面禁止使用外幣 另外首都客報 以一間軍方醫院遇襲 外電話最少25人死亡 超過50人受傷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承認施襲 有人從醫院大樓拍到 兩個不明身份的槍手 站在醫院的大門外 地上有一具屍體 有人爬梯離開醫院 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 星期二說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武裝分子 在軍方醫院大門引爆炸彈 三個婦女 一個兒童 和三個塔利班首位死亡 五個武裝分子被擊斃 強調武裝分子沒有攻入醫院 戰鬥亦都在15分鐘之內結束 醫院內沒有人遇害 穆賈希德說 伊斯蘭國武裝分子 企圖襲擊醫院內的醫護人員和病人 特種部隊時候到場搜查醫院 塔利班由西方軍隊檢獲的直升機出動協助 衛生官員說 事件當中16人受傷 穆賈希德說 這個包括五個塔利班人員 據報兩個武裝分子被捕 路透社說 至少25人死 超過50人受傷 新華社引述當地電視台報道 爆炸造成至少15個塔利班人員死亡 幾十人受傷 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目擊者說 傷亡人數比媒體報道得多 有目擊者說爆炸威力強大 他被私家車的玻璃碎片割傷 伊斯蘭國上個月曾經多次襲擊清真寺 造成更薄人死亡 成為塔利班管治下的治安隱患 而經濟危機也都日益嚴重 塔利班星期二宣布全面禁止使用 包括美元等的外國貨幣 發言人說 基於經濟現況和國家利益 阿富汗人民每中交易必須使用阿富汗貨幣 目前除了全國廣泛使用美元 一些鄰國貨幣 例如巴基斯坦在邊境地區使用 塔利班9月重新掌權後 要求解封中央銀行幾十億美元儲備 以應付銀行擠提、大規模饑荒和移民危機 阿富汗央行在美國和歐洲有幾十億美元海外資產 但是塔利班執政之後相關資產被凍結 塔利班一再敦促美國解除禁令 無線電視記者林海瑩報道 安花王山舉辦中國非為傳統技藝大展 一起看看 尹尾十足的傳統戲劇 市占上的八大賽系 非為大展有超過400位傳承人 展示一系列傳統技藝 吸引觀眾期望推廣自己所代表的傳統文化 來自湖北武漢的80校劉傑 正是將顏料添加至麵粉、搓成人物、禽料等的造型 他19歲開始接觸面素 從此拜師學藝不斷轉言 面素到現在已經有將近兩千多年的歷史了 我們創作的內容和題材 主要都是以我們精楚文化的一些歷史典故 歷史名人還有一些民間故事為主 年輕人在傳承我們這個非國中華遺產 一定要原質原味的去了解 去傳承下來 然後你要創新要發展 而另一位80校來自中國鎖納之鄉 安徽蕩山的喉曼 生於鎖納世家 10歲開始接觸鎖納演奏 鎖納在我們500多年的歷史了 作為年輕人 然後就是把我們老一輩的鎖納傳承下去 也是對我們年輕人的一個義務 一個責任 今屆展覽舉辦三日 除了現場陳列和表演 當局更組織100場非維進入校園和社區活動 推動非維傳承 無線電視記者彭建華報導 出動 感谢观看